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江南帕国大的HSK六级老师 郑祥瑞老师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天气也非常的不好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自己感冒 对不对 因为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月的考试 我们马上又要到了 对吧 所以呢 今天老师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题呢 大家和我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老师 因为老师最近这几次都参加了考试 所以发现有一些这样的题会经常的出现 什么样的题呢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呢 一起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那个听力的第一部分 对吧 因为是第一部分开始嘛 那老师也从第一部分开始讲 那第一部分呢 我们看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词语这个并列的这种情况 对吧 我们再去听的时候 比如说他说他很喜欢水果 什么香蕉 橘子 苹果 那答案呢 他可能有一个 喜欢橘子 喜欢 苹果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里面 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呢 里面有三个或者四个这样的词 有时候并列的这样的词语 那到答案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 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呢 要注意 第二个呢是什么 在答案的选项当中 那有一些词他会加或者说减 对吧 比如说呢我们听的时候呢 说我们如果想要学习好的话 想要成绩好的话 应该努力 那答案里面呢出来了 说努力 认真 那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说认真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最近老师参加这个考试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很多次 这样的题都出来过 对吧 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一下 好 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啊 那题的话呢 我们看这里面的简单的说明啊 那说明完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看立题 对吧 那立题呢是什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看他说 该自行车公开赛 公开赛是什么 就是面对我们的社会 这种比赛 那什么比赛呢 自行车的比赛 他说每年举行 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 对不对 每年举行一次 每年举行两次 对吧 他说提这样的题呢 出来的次数比较多 好 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自行车公开赛 发现他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 你要注意一下就行了 对吧 这三个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 将画一下看后面 对吧 那第二说什么 耐力 说要求极高 对我们的耐力 忍耐力 对不对 因为 骑车车比赛嘛 对不对 你的忍耐力如果好的话 说更好 是这样的 C的什么 是传统比赛项目 那说 这里面会告诉我们 它是传统比赛项目呢 还说是现在刚刚开始的比赛项目呢 所以我们听看看有没有 下面什么呢 参加该赛事的选手 不必经过专业的训练 那我们听到 有否定的这样的词 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文章里面 它有没有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词出现 对吧 还是否定的 还是肯定的 专业训练 那我说什么 就是特殊那种职业的 对不对啊 还说专门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去听的时候呢 一个是几次 对吧 还有呢 很容易听到的 就是有这个不 还是没有不 对吧 我们要注意 那好 那这回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 刚才呢 我们已经听完了 对吧 听完了的话 那我看一下这个答案的是什么呢 它说 沙田的自行车公开赛 是一场精彩的什么速度与激情啊 那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这个电影 对吧 开车的这个对吧 很快 说电影的名字啊 说速度与激情 那这里面说什么意思呢 啊 说自行车公开赛 也是在比什么呢 速度 对吧 还有我们的什么 那种精神 对吧 他说每年呢 举行一次 为什么他会经常有这么一次啊 或这边有两次呢 因为我们韩国语的时候 有时候听一 还有汉语的时候那一 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啊 所以他会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听的时候 一二 那韩国呢是一 对吧 所以这样呢 我们要注意 对吧 一和二的这个地方 对吧 后面 整个比赛过程中呢 对运动员的体能啊 耐力啊 对吧 还有后面的什么 技巧呢 都是一种挑战 那我们都知道 挑战 那什么 像我们电视的 无限挑战 对不对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面有 这是老师说的 他会说三个四个 这样的并列的这样的词 一起出现 之后呢 在里面 拿出来一个词 那有的时候是相同的 有的时候呢 还是同一词 对吧 有的时候是答案呢 是一样的 那你看 今天我们看这答案里面 有没有呢 因为到这里的话 我们知道他错了 对吧 这不对的嘛 那这里面有什么 耐力要求极高 那是吧 挑战嘛 什么是挑战呢 要求很高的时候 才叫挑战 很容易呢 不叫挑战 那我们学习六级 也是 是什么 是大家在挑战 对不对啊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后面 所以呢 参赛的运动选手呢 必须经过 所以这里面出的是 必须经过 专业和系统的训练 但是我们的答案呢 是不必经过专业的训练 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只要我想参加 就可以 对吧 所以呢 他也错了 那这个句子 我们说这个答案呢 说选项 他对或者不对 在里面没有说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他 那就不用选 对吧 所以这答案呢 就是 必 那老师今天拿来的呢 是一些 基本的这样 有的时候 刚才老师说了 有的时候可能什么 哎 我们的忍耐力 给你加上一个词 对吧 或者是换一个词 对吧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技巧 极大的挑战 那这里面说什么 哎 方法呀 巧妙的方法呀 他会换一些词 那最近考试 他的特点啊 一般的时候很多 都是这种同一词 他给你换 哎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哎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去做这样题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去听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如果有同一词出现的话 一定要好好看 不要难让他过去 对吧 哎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这回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 对吧 第二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老师也说的 是吗 哎 第一个呢 是我们说那个里面的同一词嘛 是什么 就并列的这样的词出现的时候 那看 第二个是什么 是选项 对吧 选项的问题 那我先看一下这里面的答案吧 对吧 这个选项 第一个 我们要乐观的心态 他说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 啊 这句话 经常会出现 啊 心态要好 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乐观的心态 对不对啊 还是心态要好 第二 我们做事呢 不要急功尽力 那什么意思呢 做事情的时候 为了利益啊 很着急 就很想着急 做什么成功 对吧 可能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因为是自己的利益 对不对 啊 这是嘛 这是不好的词啊 对吧 那C呢 每一个人的目标都会很清晰 啊 说每一个人都有清晰的目标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点不对啊 为什么 他表示这种全部的 对吧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 说全部的人 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还有呢 所有的 什么什么 对吧 说全部的 所有的 那我们要注意 是什么呢 他可能 文章里面只是有的 所以这是什么 范围 大家要注意 还有文章里面是全部 我们选的时候是有的 这个不可以 那文章里面呢 是有的 我们的选项呢 是全部 这个也不可以 对吧 而且呢 每个人都很清晰 所以这个题啊 你说这个句子 我们一看的感觉就不对啊 对吧 哎 我们看第四个 真正的成功 要有目标和规划 那这里面呢 有两个 D 是目标 第二呢 是规划 那我们看看里面呢 有没有 对吧 哎 好 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呢 我们听完了这个文章的这个内容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 说想要实现真正的成功 首先呢 要有明确的方向 说方向应该正确 其实就像我说明确的什么 目标一样 对吧 说一个懂得给自己 确立目标的人才会呢 离成功越来越近 那这里面出来了 是什么 如果呢 我们有目标的话 给自己确立这种目标 对吧 我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啊 我有目标了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路 也会更清晰 对不对啊 哎 后面 给自己的人生做个整体规划 啊 那说我的人生 全部做一下我们的规划 对吧 那这里面出来什么 规划 对吧 虽然呢他不在一起 对吧 但是文章的意思是什么 这两个都重要 我们要这样做 也要这样做 所以呢他把它俩放一起 这两个怎么样啊 他们两个放一起 所以变成了这两个 目标和规划 所以这样的话 那我们知道答案呢 就是什么 对吧 那后面啊 说 结合的实际情况 脚踏实地的 对吧 那时候脚踏实地的 哎 去做 对吧 买做什么呢 我们 的目标呢 就会 渐渐的变得清晰 什么意思啊 我们应该有目标 应该给自己设立这个目标 对吧 哎 所以呢我们 提啊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什么意思呢 在文章里面 两个单词可能 不是在一起 或者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单词 但是呢 这里面有每一个句子 可能和这个 差不多的 还是我们要有计划 可能会没有什么规划 对吧 有的时候呢会这样 说我们应该做好计划 那这里面出来的规划 那我们也要选这个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考试的特点 对吧 我们词给你换一下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同一词的句子 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应该怎么样啊 哎 多被 多被单词 对吧 多被单词就好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我们去答的说 这几点 那这次考试 大家呢要注意 大家都明白了吗 好 好 这回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那下面是什么 是我们听力的第三部分 因为最近呢 很多学生在考完试会和老师说 听力第三部分呢 会怎么样比以前难了 比我们学习的难了 对吧 会有很多学生跟我这样去说 对吧 所以今天老师呢 没有找以前的这样的 什么有否定的 肯定的呀 什么道理的呀 老师没有说 那只是什么 是老师参加考试啊 感觉呢有一些 就是这样的 一定有的题 每次都有的这样的题 那老师给大家拿出来 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 就是同一词的词语 那什么这种说明题啊 说明题提醒 所以现在我们这几次考试 全都有这样的题 说明什么 对吧 那这样的题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什么 现在以前的都是什么 相同的 对啊 我们找相同的词 但最近呢 相同的很少 都是什么呢 都是同一词 对吧 那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先看一下呢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答案 对吧 那第一个呢 他说什么呢 说体验自然风光 啊 说啊 感到了看到这些词以后啊 什么自然可能有关系 对不对啊 后面享受悠闲的生活 这生活 动物的迁徙路线 迁徙呢 就是我们说动物怎么样呢 还搬家 对不对 迁徙路线 拍摄野生动物的有趣瞬间 这里面可能出来一个 有点难的这样的词 对吧 野生动物嘛 就是什么 在外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养的 对吧 说这是什么 拍摄 野生动物的这种有趣瞬间啊 那这个意思能不能理解啊 那就是动物 他在生活的时候的某一个什么 一时间 我们怎么样给他拍摄吗 那大家想的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 照相 对吧 照相 动物嘛 还在走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啊 对吧 还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啊 我给他拍下来 对吧 这有趣的瞬间 比如有的小动物在那什么 睡觉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 那第一个呢 他问的是什么呢 那我看 说这个摄影节 对吧 鼓励人们做什么 对吧 刚才呢 我们把这个都听完了以后 对吧 那我们看这个三十一题 那是什么样的答案 那我首先得知道 还问的呢 说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刚才都已经听了嘛 所以听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的问题 对吧 一起看一下 那第二个 说下链的哪项是受限制的规定 A 所以这个词就是特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受限制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特殊的词 什么意思 文章一定有的 那我们听的时候 要注意 那答案呢 他第一个 他说 A那是每人不能超过十张照片 那可能他俩有关系的 那什么 照照片的 B呢 什么 参赛人数限制一百人以内 什么意思呢 那说一百个人以内 多的话 不可以 他说比赛 有规定 人数限制 C 不能惊动呢 被拍摄的动物 不能惊动 惊动就像我说惊吓 什么意思 我去拍这个动物的时候怎么样呢 弄一下声音 他听到了 害怕了 跑了 对吧 那就是惊吓动物 第一个什么呢 参赛者呢 必须是什么 国内专业摄影师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参赛的 这个对象 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 对吧 好 那这回我们看到了 一会儿呢 我们看 原文 对吧 第三个什么 说关于参赛的这个照片 下列的哪项正确 对吧 因为参选嘛 参选呢 就是参加比赛的 对不对 这样的照片 A 需在呢指定网站上上传 是吧 需怎么样呢 在指定网站上什么 传下来 传上去 对不对 这样的意思 B呢什么 拍摄地一定呢 要明确 C 禁止呢 后期进行处理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拍完了以后 把它变一下 对吧 还用一种文件呢 比如说老师 这里面怎么样啊 还皱纹很多 还用这个什么软件的变相啊 周恩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怎么样啊 那就是禁止 不要这样做 就不可以 那下面什么呢 照片颜色有特殊的规定 还说这个颜色 必须什么啊 白色的背景 对吧 还说有规定 黑白照片 彩色照片 对不对 还说彩色的 那什么 黑白的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这题啊 那说 看一下它的大致的内容 对吧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听完了以后 对不对 那我看这个文本呢 文本的话 他说 近日上海的摄影协会 设立了一个叫做 最具喜感的野生动物的摄影讲 可能是拍摄的 对吧 他鼓励人们什么呢 去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 并记录下 那些动物的美好 和有趣的瞬间 说 这些人是拍照片的 他记录下来 那什么意思 当然是拍下来 对不对啊 所以任何人呢 都可以参加这项比赛 对吧 通过这几点呢 那我们知道 我们看前面 前面的话呢 这里面说 鼓励人们去做什么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和动物怎么样呢 亲密接触 什么意思啊 近一点呢 经常会在他的周围啊 对吧 所以这里面 看一下应该哪一个呢 做什么 拍摄野生动物的 有趣瞬间 所以答案呢 就出来了 对吧 那这样的 那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题呢 受限制嘛 那到 刚才我们去读的时候呢 还没有 对不对啊 那我看下面的这个 对吧 那说下面这里面呢 文章里面呢 对吧 那说没有呢 限制 那这里面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不是我们要找的 只需要把所拍摄的作品 在规定的日期前 什么指定地点即可 说这些讲 除了常规的版权要求 对吧 还有数字处理之外 有两个更严格的限制 这里什么 需要限制的 更严格的 是什么地 就是参选作品的动物 必须是野生动物 说家里面养的动物呢 不可以 说一定呢 是野生的动物 在野外的 对吧 第二个 是被拍摄的动物呢 必须是悠闲放松的状态 什么意思 我拍摄的这个照片 怎么样呢 这里面的动物呢 应该是不知道我在拍它 对不对 在里面什么 躺着呀 休息呀 对不对 或者什么 在散步啊 对不对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 这里面 有没有这方面的呢 他说 哪像受限制 刚才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而不能受到惊吓而奔跑的情形 这里面看 所以一看到这里 我就知道 答案出来了 哪个呢 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嘛 不能受到惊吓 但是单词呢 不一样 但是意思呢 是一样的 那他说的是什么呢 受到惊吓和奔跑的这种情形 对吧 受到惊吓而奔跑 所以呢 惊吓和我们什么 前面的那个惊动被拍摄的动物 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同一词啊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这样的题呢 会属于一种基本的题 它会经常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题 分数一定要得到 对吧 那第三我们看这个啊 说官员的参选的这个照片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说正确的 那这样题很难 对吧 看一下后面呢 说拍摄者呢 将被取消参赛的资格 这里面说规定 已经结束了 那刚才我们看这里面哪个证券呢 需在指定的网站 什么上传 对吧 拍摄一定要明确 禁止后期进出 我们看前面的话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 还有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文本呢 我们看到的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网站的话 这里面有没有网站呢 他只说什么日期啊 地点就可以 所以刚才网站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严禁后期处理 对不对 后期处理 什么意思啊 后期处理不可以 所以呢 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 他说他问的什么呢 哪项正确 所以这地方怎么样 禁止 对吧 后期处理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呀 一样 明白了吗 那今天呢 老师给大家找的这个呢 那就是说什么 是我们现在呢 每次考试都会有这样的题出现 所以不是说很难 也不是简单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一定要集中 因为呢它有相同的单词 我们要集中看 还有呢 同一词 如果不集中的话 它很快的过去 对吧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啊 那说 这样的题呢 分数我们一定要拿到的 所以必须呢 要拿到 所以今天呢 老师呢 把它拿来 就是要提醒大家 还有这样的题 你们呢 一定要得到这个分数 明白了吗 好 那这些题呢 就是老师呢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 说这样的 考试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 这个信息 对吧 因为老师参加这个几次考试以后 说发现的 或总结 这样的几个这样的题型 大家这次考试 我们呢 要注意 老师也相信大家呢 在这次的考试当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再见